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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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在用行动告诉我们 有可能的夜晚是他对生米的告白 因为一路走来有生米的陪伴 便有了这首晚安曲作为回馈的礼物 让蜡烛代替所有灯 让音乐代替话语声 此时此刻无需言语 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他的情意 当然了 他的回礼远不止这一首歌 小达家族的另一首歌 同样不容错过 二次元神曲达拉崩巴 经过精心的编排 一人分饰五角 融入到了游戏的音效 加入了极乐净土的舞蹈元素 让人惊呼 四元比破得粉碎啊 结尾的倍速效果 与越来越刺激紧张的情节完美融合 有人称它为人形的调速机 达拉崩巴一经播出迅速出圈 更是创造了歌手当打之年的奇迹 成为了本季节目当中单曲的top one 播放量突破到了一亿次 分享量达到了93万次 评论量突破19万次 音乐激发无限可能 临时更换的曲目 也能够被它演绎的如此完美 真的是让人无限惊喜 不禁在想呀 一个人究竟要有多么的努力 才能够看起来毫不费力 我有一段情唱给了猪公听 古风古运的苏州平潭情怀景 打开了一幅唯美的诗话 唯唯道来一段红豆生南国 缠绵翡策传纵千里的相思意 周身式的绝美昌腔 融合江南水乡的细腻温婉 将情真意切 又隐晦而不可言喻的情感 层层递进 可能你会以为 这就是它的极限了吧 一首暗黑风的 自己按门铃自己听 带来了新的突破 让人再一次的感受到了 它特有的魅力 开头倒放的念白 曲中的门铃声和开门声 它将这首歌呀 变成了一首诗 情绪慢慢的积累 直至最后爆发 它的共情能力非同一般 一座空空荡荡的老宅 一个生锈的旧信箱 一个不断按着门铃的人 唱的人不知在曲中 听的人不知在故事里 总决赛上 一首不想拜拜的Disco 唱出了洒脱 在别人眼中至关重要的一场 它却卸去了身份的负重 只留下对这个舞台 彻彻底底的享受 这是一首快节奏的Disco 欢乐的氛围 使人不禁想着跟着节拍来舞动 首次和乐队合作 周深也解锁了新技能 那就是霹雳舞 自称尽量站着不动的歌手 竟然也跳起舞来了 这是一场颠覆 无论是视觉还是听觉 都给我们带来了一次 全新的经验的感受 强强连美 创造魔音 听者被拉入到音乐的世界 放纵藏匿的欢愉 从第一期的大鱼 到最后的不想拜拜的Disco 他如愿唱满了 也串起了一篇 只属于自己的华丽乐章 为这趟音乐之旅 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这位少年啊 结束意识新的开始 我们继续陪你一起前往下一站 愿你前景灿烂 满目所及 皆是蓝色汇城的永恒海洋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